对啊这个我想讲的就是 最严重的 就是这是有组织犯罪 是吧 他这个已经不是说 你像今天比如说我啊小叶啊 活动我们自己吃 吃药吃你管不着 对吧我查出来我取消成绩 没问题 共产党这不是啊 他是组织起来 是吧有组织的让你去吃 让你你不吃都不行 就跟疫苗似的 我有说不的权利吧 你得让我知道吧我能打 你说的好 我不愿意打我可以不打 对吧就像你让我吃新闻剂 让我吃药一样在队里 我就起码说我不吃 对啊我不能那行吗 不行他有组织的 让你按照组织的要求 是吧几点吃饭 几点睡觉点你吃病药 吃什么这个 这个药丸子吃所谓的兴奋剂 打什么东西 诶你得按照他的要求 这是有组织犯罪 这个东西是跟正常的 你说你吃新闻剂 最后查出来怎么回事 两回事 对吧我们可以吃 对啊你你你自己愿意 你自己想更好的成绩 自己那个去有医生 有那个 这都没有问题 吃饭没药 但是正随咱们三观的 就是所谓的女排精神 都是拿运动员的这些身体 拿女孩子这种身体的代价 拿未来 拿这些东西来塑造了一个 所谓的女排精神 给大家来说啊 你看看他们刻苦训练 他们这个取得了好成绩 狗屁 这帮共产党从始至终 全都是假片头 坑蒙怪片 现在就是事实 你想想 薛大夫这个 80岁的老人 是吧 都跟我们的母亲一边 站出来 跟你讲到 女排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对我们 一生当中 对所有这些被中共洗脑的人 包括运动员 教练员们 包括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你们都看一看 你们都被蒙蔽 被愚弄 成什么样子 根本不是你们看到的 所谓呈现出来的 什么女排精神 狗屁 他们都是拿一些 弯门邪道 肮脏的手段 来用运动员的生命 作为代价 健康和未来 去塑造的一个东西 就刚才讲到的陈昭定 他们说的女排这个 得癌症啊 去世啊 走了 那陈昭定最后当到了什么呢 当到了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现役少将 那是 不多吧 女子少将 实质 宋祖英是靠唱歌辣妹的辣 靠睡觉 他可真是 打呀 打完最后 他不再拔队 最后到了总政 文化部的现役的少将 接的应该是王怀远吧 就是一个女孩子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她的人生短短的 就五十多岁 是吧 正当年的时候 马上来就 最后这些拿出来的 刚才薛大夫说的 说出汗 补铁 胡说八道 出汗是补钙 对吧 电解质 要吃 他把他给一些大量的铁片 最后 就是把你的身体 毁掉 沉浸掉 他不知道哪个病 这些性分界 你不知道 他得哪个病 关键是 是吧 避孕药 吃完弄完 女孩子 就像怀孕一样 包括子宫流血 你未来 你生育怎么办 怀孕怎么办 对吧 你未来的这种家庭生活 你未来 管吗 共产党不管 他管你吗 有一些可怜的这些 这是女排你知道的 他还当了所谓的 这个 少奖 那有的 没打到国家队呢 没得了金牌子呢 对 有一些 对吧 流落街头的 脱澡的呢 是吧 那些卖衣的呢 多了去了 生孩子畸形的 未来 未来跟 所有的人的生活 幸福生活都没了 你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 文耀 咱们做的这节目 这个 薛大夫出来 这个最大的 给 大家看到的 就是你们要 知道 体制的恶 他是有组织犯罪 好的没有 有组织犯的